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同体跟实现共产主义是不是一个意思 不开玩笑 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被习近平郑重提出来的 2015年9月28号 在联大的他首次参加联大会议的时候 发言用的第七十届联大会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 没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 在今年遭受打击的背景之下 在北京召开了中非什么什么会议 建立中非人类命运共同体 非常郑重的提出这个说法 同样不见人解释 也没人问 说大的 您这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啥的意思 在16号 12号 16号 崔天凯 中共驻华盛顿的大使 在跟美国福克斯采访专访时 他也提到 人类命运共同 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相信 崔天凯 英武学舌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习近平嘴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什么 他不知道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跟大家解释的 是在刘强东出事 8月30号 华尔街日 对不起 纽约时报登出了 这个这个 京东的仓库的操作程序 展示着人类未来的 可怕的一面 大概他的题目就是 展示人类未来的可怕的一面 人 真实的人 将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他用京东仓库里面没有人 只有一个管理人员 和另外一个机器人 整个仓库没有人 而人都在仓库外面 骑着小笨笨 等着拿货 那是真人 仓库里全是假的 全是电脑 全是在大数据的基础上 智能化的基础上 出现的纯生命式的管理 没有差错 而在仓库里那个人 他每天对着是一个假人 我每天对着是摄像机 照相机 他整天对着一个假人 完了 纽约时报 在评价的时候就就讲说 他的可怕性 他的可怕性 他没敢说出来 他就说 那要不了多久 人将被淘汰 为人 以人 为人造福 造 就是造福祉的概念 幸福的概念 把人淘汰掉 把人淘汰掉 这是他很朦胧 我以为那篇文章写得很朦胧 但他已经意识到出事了 就说这是个麻烦 这是一个人类的悲剧 8月30号 我们做这期节目 几个小时之后 刘强东 就是红酒少女 红酒少女出事 从而又 从而 我从来不看刘强东 从而才知道刘强东说了 在今年4月份 3月份还在说 12年之内实现共产主义 不是玩笑的 2018年说12年 2030年 中国制造2025的5年之后 中国制造2025的5年之后 没错了 对吧 前后的时间 就是这么个时间 而实现 共产主义的理想 他才45岁 狗屁个共产主义 他什么都不知道 8964 他都不知道 对吧 他在讲述着共产主义的一切 他是怕党杀了他 他完全怕党杀了他 而刘强东 自己在讲述着这一切的时候 他的心目中的共产主义 就是红酒 20岁的女孩 永远供他享受 他一定是对等的 他老婆今天25岁 再过12年 他老婆37岁 跟刘强东的梦想 有一天一天距离越来越远 也不叫梦想吧 现实的生活越来越远 他老婆距离他的现实生活 越来越远 那他讲述的这个概念 去迎合了今天习近平的说法 对吧 迎合了今天习近平 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当他在讲述说 为什么能够实现共产主义呢 他就首先提到的 智能化工程 叫叫什么 云端 对不对 就叫云端吧 iCloud 云储蓄 云储存 云储存 然后就是大数据 机器人 这是刘强东自己说的 而马云现在集中精力 在生产 iCloud 云端 云储存 和叫量子计算机 这是现在阿里巴巴正在努力的 就是现在阿里巴巴正在努力的 与此同时另外一个呢 我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才看到 BBC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奥威尔士主义 他在提到奥威尔士 写奥威尔士主义 写今天习近平管理的问题上的时候 他提到说 现在在中共在管理中 用从档案带 从档案带 转向了信用制评级 给每一个人进行信用制评级 在信用评级上 他在这篇文章里 直接引用的是蚂蚁金服 蚂蚁金服 是在民间首个把个人信誉 用大数据和电脑化 进行统计的工具 蚂蚁金服 在他的上限就是支付宝 他汇集了人们的所有资料 在汇集了人们所有资料之后 在他的行为 在他的支付的行为当中 对他进行个体评级 而蚂蚁金服 支付宝 今天在9月10号 40天前 已经被银联收编 与这个马云宣布退休 是同一天 对吧 所以他就讲说 中共推出的信义评级 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发改委 一个是中央银行 发改委 跟中央银行 联手推行 中国人的信誉评级 这件事情 要在2020年完成 当他在收编 蚂蚁金服的时候 BBC当时写说 那发改委 中央银行 再加上蚂蚁金服 在三个层面 行政层面 中央银行层面 再加上民间的蚂蚁金服 将把14亿人 为基础 建立大数据 进行个体信誉评级的概念 取代 档案袋 对整个社会 进行掌控 他就会把中国社会 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监狱 表面上是把中国社会 变成完整的大监狱 实际 他将从14亿人身上 获取 每一个个体人的所有资料 甚至到时候将包括你的DNA 你的血液 你的器官 你的年龄 你的生辰吧 生辰吧字 至于你的财产 这些都不在话下 而这些资料 却是最坚实的奠定了 人类智能和智能化产品 和云储存的一个最需要的基础 这是西方社会做不到的 这是西方社会完全做不到 最近讨论谷歌向中共投降 而谷歌向中共投降的基础 就是要这部分大数据 要类似的大数据 我不相信中共全都给他 不可能全给他 但他要类似的东西 这是这是他的原因所在 所以在中国社会将失去了 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他的 他的自我 每一个人都失去了自我 14亿人成为了 未来智能化的资料 材料 工业资料 14亿人不是社会的基础 14亿人是社会的地基 而社会的主流是智能化机器人 在14亿人的资料基础上 他建立完他可以创造出完整的机器人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地铁 在你坐地铁的时候 现在是警察在查你身份证 对不对 在查你的资料 查你的包 对吧 当那样的智能化产品出现的时候 可能在整个你的地铁里面 甚至在你睡觉的时候 你穿不穿衣服都是光不流条的 他将要求你从社会管制上角度来讲 要求你在你的家里面都有这些东西 当你有手机的时候 你就在被监视 甭管你在淘气去了 你去洗脚去 你干什么去了 人家连你的头发毛都可以看得清楚 只要他想看 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西四大澡堂子 男女在一起全都光不流条 在他们的监控者的眼睛 因为你们没用了 因为你们已经提供 因为人们已经提供了资料 而谁在监控你 社会的主层 就是今天京东的仓库里面的机器人 而谁是这个社会的精英 就是跟机器人坐在一起的 那个程序员 那是社会的精英 那谁是这个社会的老板 习大胆 当他这一步出现 只要这一步一出现 在地铁里 在这个高铁上 在飞机上 所有人都消失 服务的全是机器人 因为没用了 而那个时候更关键的问题 当机器化的东西 当智能化产品 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自己可以产生作用 他自己可以交流 阿尔法电脑战胜中国 韩国日本的围棋选手 就是这个 所以阿尔法的电脑的创始人 那个创造者本身 把电脑毁了 他害怕了 而在微软 据说在中 微软在这个美国举行过 不同做过不同的测试 当他们的一组电脑 走到一定 他的智能化产品 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们自身创造语言 当他们自身创造语言的时候 这个操盘手 操棋手 这个掌控者 失去了控制 不知道这些电脑在说什么 不知道这些电脑在干嘛 在我个人的眼睛里 今天的习近平 可能认为 他有能力控制 就是他找这些 包括马云这些人 在走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让他自身演化 因为习近平的特点 是不相信任何人 当一个人不相信任何人的时候 他只相信机器人 他一定要让机器人 自我创造语言 自我思考 有朋友说 陶哥你疯了吧 你知道他什么是叫中国梦 你知道他什么叫中国梦 谁给我解 谁给大家解释 谁给我解释 解释 什么叫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个独裁者 当对人都不信的时候 他会信机器的 电影里演的一切 都成为真实的现实 所以你看到 马云为什么交枪 而在现在正爆发股灾的时候 谁在出手救市 北京海淀区区政府 建立了一个上百亿的基金 去拯救那些高科技公司 海淀区的上市的高科技公司 深圳市弄了几百亿 创立了个基金会 去拯救深圳地区的初创公司 科技公司 就现在 那是什么 中国制造2025 彭斯在他的 彭斯在他的 10月4号的习文中说 中共的 中国制造2025 是要在2025年之前 掌握全世界90%最先进的当代技术 科学技术 智能化产品 彭斯就这么讲 从而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 那谁在占据 中国共产党占据 谁是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 所以 他抛弃所有 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是 他成功地把这个体制中 所有的人都成为他的敌人 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 而他呢 一切都是以党的概念出现 而提到最新的 伟大的斗争 四个伟大 伟大的斗争 伟大的工程 伟大的事业 伟大的梦想 伟大斗争的领衔 是因为 很有些矛盾 只能靠斗争解决 斗争不是目的 他就这么写的 新华社就这么写 斗争不是目的 伟大工程他没说 伟大工程包括两样 中国制造2025和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他已经扑下去了 按照他的说 一带一路的 他影响的范围 五万亿美金 里头包含太多吹牛皮了 他直接投资 六百亿美金 而一带一路 当然现在遭到打击了 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只说他的梦想 他的梦想 这是一带一路 而中国制造2025 在贸易战中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王岐山 明天 去以色列 参加中以科技论坛会 以色列 是硅谷之外的 世界上第二大 第二个最集中的 科技开发地区 犹太人 是当今社会中 获得诺贝尔和诺贝尔奖的 最多的民族国家 所以王岐山去干这个活了 在美国遭受打击的背景之下 王岐山去帮他做这个 所以中国制造2025 在高科技的本身上 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但是呢 就习近平而言 他绝不会认输的 而且他一定一条路走到黑的 他 你问他为什么 可能朋友问说为什么 他要做一番事业 所以叫伟大的工程师 中国制造2025 和一带一路 伟大的事业 这是整个今天 他这一代的事业 修宪 我跟大家解释过 按照宪法规定 他只能到2023年 修宪的目的 他要看到2025年 因为他需要这么多时间 芯片的制造 这种云端的云储存的制造 他一定需要时间的 有些朋友是专业的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当他这个方向定下之后 任何的阻碍都不会停止他的补法 除非杀了他 或者叫醒他 或者叫醒他 所以这是在我眼睛里 这是在技术层面 可能朋友会说 那习近平为什么这么干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一路走过来 朋友们说 那从2012年看我节目 我们一直做到2016 2018年 做到现在 而2018年的 出状况的状况的 就是 9月 对不起 2018年3月23号 突然传出金正恩在北京 然后 大家都掉链子了 说到底啥的意思 金正恩到北京 然后就是 就是 叫什么 道茶湖 就是 他已经在北京了 后面才提到说 他叫国事访问 可是国事访问呢 又变成是两党的关系 国事访问 是以党的概念出现 不是国家的概念 而 而3月20号 刚刚结束的人大会议 对吧 刚结束人大会议 所以前后的时间 就是 在人大会议结束之后 习近平在 国家层面 19大结束之后 党的层面 那 人大 人大结束的 之前的 整个军委的改组 军队的改组 在军队层面 他已经完全以他 全方位的改变的方式 掌握了 在形式上 在党政军的规矩上 完全掌握了他的权力 没有人能够罢免他 没有人能够用 党的规矩 组织纪律的原则 或者国家的规范 组织纪律的原则 拿下他的 一把手的位置 那军队的层面呢 他不相信任何人 砍掉了什么 多少个上将 160个中将 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多 什么多少 大概三万多人 军官 进行打清洗 在他这些 拳头掌握之后 只有杀掉他 只有政变的人 才行 那他为什么这么做 对吧 大家问了 为什么这么做 因为这半年来 出现这种状况 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们只能从人性的角度 去思考 我以为他有几个生命特点了 他其中的一个生命特点 就是在他年少时 我个人能够看到他极其自卑的心态 促成了今天的做法 他强烈自卑的概念 产生在他年幼时期 十三四岁的时候 他进劳教所 他从劳教所跑出来 被他妈妈出卖 送回老教所 在他十五岁的时候 他从北京 跑到陕西插队 他很高兴 他离开了家 离开了母亲 离开了其他 但他逃命 这是对男孩来讲 非常悲惨的人生 在他年幼时 他见不着父亲 他跟他弟弟 去找父亲的时候 看父亲的时候 父亲认不出谁是谁 所有这一切是什么 所有这一切 他遭遇到的是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视着中国共产党 对他的残酷的迫害 让他在年幼时期 深深地懂得共产党的权利 当把一个人神话之后的 共产党的权利 这个人的权利 可以任人宰割 可以把人置 对所有的人置 人于死地 那是权力的巅峰 那是权力的神话 但在他的心目中 他永远不可能拥有这一份权利 他没想过 但他很自卑 他的另外一个自卑的概念 2017年4月6号 川普在海湖庄园见了他 不是华盛顿 而海湖庄园是川普的私人宅员 川普愿意把他当成总统的行工 他也 白宫并没给川普租 给这个海湖庄园租金 对不对 那是私人宅员 所以到10月份 而去年的11月份 川普来访北京的时候 习近平特意 没到机场接 特意在故宫等他接他 在中南海不就完了 他没用 他在故宫等川普 那意味着什么 故宫是他习近平的私人宅院 很多人评价说 这是基于川普的最高礼仪 那习近平把自己当成皇帝 不是自卑 是自卑啊 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利 是他想要的 但是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 他还没有修宪成功呢 所以自卑的成分超过了 所谓做皇帝的东西 我觉得做皇帝就那么回事了 自卑是真正的 而自卑对应的自负 产生了一种相生相克的 这种对抗的时候 他这种自负的心态 是随着他的权力的增长 在报复着社会 我以为他在报复着社会 他在 他一直在想梦想 他的梦想 是想追寻当年毛泽东 拥有权力时的梦想 追寻当年毛泽东 把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时的那份感受 所以他同样推出习近平思想 对等毛泽东 有朋友说 你也就 你不是当初也赞许的吗 我们当时 我们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 他以这个方式走下来 在他的夺取权力中 被他打击的一切 都是共产党的精英 而那些人 是遭到报应而出现的 所以无论他的主观想法如何 他的客观结果 确实是顺了天意了 这就是我们支持的根本 我们认为他做对的根本 那到最后 他自己的选择 是他自己的选择 今天中共遭到了他的打击 这是事实 今天的中共经济 中国的经济 中共的唯一的合法性的经济的来源 这种所有的概念 包括跟美国的对立 包括民怨四起 包括整个上层的对立 都是他的所作所为 对吧 这是共产党崩溃前的 应该有的样子 我只是跟大家说 他要展现出来的梦想 在我眼睛里 同样有他的生命基础 他的自卑起的绝地性的作用 一个自卑者赋予权利的时候 他展现出报复的社会 所以当他意识到有大数据的时候 当他意识到有大数据的时候 他可以更大范围的掌控社会的时候 他想做这地球上的主 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才把这个话放在了联大上 联大会议上 所以他才说 在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他为什么拼命去救中兴 他花多少钱都要救中兴 围绕着高科技 他什么钱都花 什么事都干 他把黑人请到中国来 上学给补贴 没有学费 然后让中国出现了女人 女孩子随便找男人 然后出现了癌疾病 这是任大炮数 这些黑人回到他各自的国家 就是未来中国之道 就是未来一带一路上 当地的傀儡 他的傀儡 他的问题不在 他不在于什么 占了几个中国女孩 他都不管 他有占据世界的野心 当他占据世界的时候 习近平思想 超过了毛泽东思想 这是一份伟大的事业 毛泽东不曾实现的事业 他要实现 当这一份实现的时候 他的称霸 解读成中国人的梦想的成功 这叫中国梦 伟大的梦想 而这个基础呢 完全 他也整个后 为什么后来保党呢 他意识到只有共产党 才会拥有这个权利 才可能给予他这种机会和权利 而给予他个人的报复的心态 他另外相当自卑的心态 他应该很怕老婆 非常有可能 他的前妻对他的回忆是说 他就是没有什么太多报复的人 他的前妻的父亲是中共驻伦敦的大使 他的前妻不愿意留在中国 但他要留在中国 那他的前妻就跟他离婚了 离婚之后呢 习近平自己在这个 郑定县政县委书记 他的前妻说 给他打过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电话 天天打 天天打 他内心中的自卑 带来的这些东西 他很恋 他对女人会怕 我感觉他对女人是怕 他的母亲出败了他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他对母亲的尊重 同样存在 他对母亲 他2012年获得权利之后 2013年应该是 2012年2013年 他即刻回深圳看他母亲 表面上是记忆点邓小平 实际是看他母亲 他成功了 那是他 得到了从来没想过能够得到 特别是2012年的那种 风波 你想想2012年的 他的 他的 神隐的概念 那就是他的权力真实的展现 权力真实的展现 所以他在经历过这样的风波 那 而这个东西谁造成的 共产党 不是什么 他的过错 是共产党的邪恶 造成了这么个生命 今天被中国人赶上了 所以内心中的自卑者 当他获有权力 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 和现实触手可行的 智能化产品 他可以借助这些 再次大展的宏图 实现他的中国梦 所谓中国的崛起 而这一份呢 却是以人 整个人类的尊严为代价 但当这个东西出现的时候 应该是 世界出现天翻地覆的概念 各自都是因为各自的理由 就是个体生命 因为各自的理由 做了某些事情 但是整体的概念呢 却出现了一种标志 人就是人 人是神造的 无论他多不好 人是神造的 绝不能被高级动物 绝不能被智能化产品 所谓智能化产品 所统治 也就是说 绝不能出现 大范围出现 就像在京东仓库一样 人成为了社会的最厉害 人成为了机械化产品的 最末端的奴隶 所以你别看他 习近平这么走 人类命运共同体 就代表着人的 共产党的崩溃 它的标志 代表着共产党将要崩溃的 这种客观条件的存在 时间点的存在 不走到极端 不会崩溃的 所以这是两样东西 结合在一起 习近平个人的生命特点 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力量 他借助他长期斗争的概念 欺骗了相当多的人 终于获得了权力之后 利用共产党的说法 压制所有人 大规模发展 智能化产品 然后统一世界 他当然就是这个世界的主 这是他想做的 其他那些人都狗屁 我跟你说 像崔天凯他们狗屁 不知道他要干嘛 因为绝大多数人 都是为了自己的贪欲 他是拥有伟大梦想 而王岐山会不接受他的做法 从而两个人分道扬镳 挺沉重的话题 挺沉重的话题 第一次比较完善的 跟大家分享了 在我眼睛里 习近平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本质 和他为什么这么做 是一种标志 称目接受2018 你会看到 就是他现在遭到的麻烦 就是这个基础 他知道天灭中共 他拼命还往里抢 我跟大家解释过 他最十九大用的是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后来改了 他不敢用方德始终这句话 他忌讳他怕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等于他自己亲手把共产党弄死了 那始终是一个完整的结束 所以在王沪宁后来的宣传中改了 叫什么奋力努力 进发什么 不忘初心有 加倍努力是什么 他再也不用方德始终了 他自己知道说错了 在他的命运中 而什么时候改的 很可能是在修改宪法之后 我们可以查到 有朋友可能会说 他是不是被附体了 被其他动物干扰了 不知道 不归我们想的事 我只是说 为什么出了这种事 一点不害怕 因为只有在出现最对立的 最对立的场面 才是人恢复尊严的机会 封神演义里面 是万仙镇结束之后 所有一定境界的神仙 全参与其中 包括老子 准提道人 提携道人 路鸭 原始天尊 通天教主 全进去了 只有女娲没去 只有女娲没去 只有红军盗人没去 是不是 只有这种最对立的场面出现 才是全新世界的 一个产生的条件 感谢朋友们的咖啡 这期节目很特别 周末愉快 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